大家好 又是向左一望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之前 先多謝兩位幫我做手遇的朋友 Bonnie和惠蘭 因為長毛上個星期都已經預告過 她請了假 跟立法會議員去考察 所以我想這個星期向左一望 都是一如既往 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這個特別的安排其實都沒甚麼 其實都是找一些嘉賓 希望就做一些我們很關心的議題 或者其實嘉賓很擅長的一些議題 或者一些研究做一些討論 希望長毛不在到的向左望 其實大家都不要想著 長毛不在到接著不看 都希望繼續支持捧場 我想今天的嘉賓都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當然第一就是因為我的節目 除了我們做手遇的朋友之外 都很少女性的嘉賓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之前向左望其中有一個客席主持 Kay 大家可能印象都很深刻 我們要介紹Kay 背後幕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老闆 或者將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嘉賓 他先自我介紹 各位好 我是林惠文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我是專門研究香港政治和比較政治 對香港的公民社會特別有興趣 所以今天想上來和黃偉閣博士 分享一下我們對香港公民社會的看法 對 是的 你叫我Benson 我叫你惠文 剛才跟惠文在預備節目之前都談了一會兒 一會兒或現在會說些甚麼主題 因為我想其實大家都知道公民社會這個概念 或者其實以公民社會認識香港 大家都還記得昨天希拉里船鋒釋訪的時候 其實很特地都提過一件事 就是香港有一個很活躍的公民社會 當然其實作為一個大國的一個那麼重要的人物 對香港的一些政治現象有一些看法 當然可能大家都不會覺得很重視 因為你知道其實之後新聞傳媒所說的 反而很重視希拉里去到內地的訪問 但是你見到一個國家的一些官員 很特地都會提到香港有一個很活躍的公民社會 又或者其實很多主流的研究裏面 都說到香港的公民社會都很活躍 譬如說惠文你自己的觀察就是 就是香港公民社會本身 在你自己的理解裏面 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公民社會其實是一個我們研究政治學 或者是社會學上一個很常用的概念 我們說的顧名思義 公民社會屬於市民的一個社會 它其實就是指一個政府以外 市場以外和家庭以外的範圍 即非政府 非商業 亦都是非家庭的範圍 就是公民社會 在這個公民社會 我們會說通常有幾個元素 包括是傳媒 社會運動 組織和政黨 四個主要大的元素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公民社會是一個學術上的概念 我們會稱它為一個理想的概念 就是一個理想的概念 意思是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去研究 不同地方的一些社會的形態 既然是一個理想的概念 即是我們不會在任何地方 找到一個真正的理想的公民社會 所謂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 其實對於我們研究政治學的學者來說 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是 它是獨立於國家之外 而它是有能力去挑戰和批判這個國家 包括政府 所以我們說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 可能是並不存在在我們現在現存的 這個世界裏不同的國家 即是我們未必會看到 所以既然公民社會 在理論上是一個學術上的概念 我們如果用這個概念去看 不同地方的公民社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不同的公民社會有不同的形態 其實維文也提過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究竟我們怎樣看理論 作為理解這個社會現實的一個部分 當然有些人就會很執責 就是理論給了一個指標就100% 然後香港社會稱一下50% 有時是40% 有時是50% 所以香港不是一個公民社會 是不是這樣理解一個概念 還是其實概念本身只是做一種工具 去幫我們去認識究竟 我們眼前的一種政治現象 社會現象或者那個實際的情況 究竟在甚麼程度之下 其實符合到一個公民社會的特質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說 理論要是人們講得很高深 但另一方面其實如果沒有理論的話 我們很多的討論都流於吹水 或者留於一個說了等於沒有說的一個情況 遺文都說了幾個公民社會重要特質 譬如說它是非政府 或者其實它裏面包含不到譬如說 譬如說可能是政黨 傳媒 或者甚至一些社會組織方面 當然有人會說 其實究竟香港有沒有存在過所謂的公民社會 或者其實現在香港 在2011年現在這個格局 究竟能否發揮到 或者發映到一個公民社會的一個特質 香港公民社會的特質 就是它本身是很矛盾和很混雜的一個結構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理想的定義 公民社會是可以有能力 亦有意願去監察和去挑戰政府 當政府做得不好的時候 但香港公民社會有幾個特色 首先我們可以相信希拉里所說的 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評價 其實是很準確的 香港的公民社會的確是很活躍 亦都很蓬勃 如果我們由一個組織層面去看 香港的公民社會 它是存在著很多不同類型的 亦都橫跨不同階層的公民團體 如果根據幾年前的研究 香港的公民團體的數目 已經是超過二萬 但是在這麽龐大的公民組織裏面 我們同時亦都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這些組織 其實就是以福利為主 以服務為主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些組織同樣是非政治化的 即它不會以一個所謂倡導 社會或者是政治改革 或者是一個批判政府 作為一個他們主要的目的 這個是第二個特色 而第三個特色 香港的公民社會論的組織層面 就是這些組織大多的結構上 都是比較鬆散和弱 他們可能是沒有這個能力 去動員香港的市民作一些大規模 和長期的參與的 而第四個香港人 一般學者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觀察 就是香港的公民社會 存在著一大堆組織 但在另一個層次 亦都存在著一個 維繫著很多香港人的 我們稱為香港的本土意識 而這個本土意識 正正可能就是香港公民社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身份的界定 我們稱為香港公民社會 可以有這四個特色 這四個特色 各自有好處和不好處 亦都令到香港公民社會 是可以發揮到 或者發揮不到 這個監察政府的作用 剛才維文提到一件事 其實香港公民社會 其實我是叫做習不吶 可能大家看節目時 都想想 究竟你自己住的區 是不是都有一些疑似 和公民社會有關的組織 最明顯的就是一些 可能和地區居民有關的 一些居民聯會 他用居民聯會作為一個名義 去提供一些福利的服務 又或者其實 有一些組織可能是關注社區 又或者是關注社區 需要某一些配套 或者某一些遲施 而成立的一些組織 當然其實剛才一些主流研究 本土公民社會的一些觀察 其實某程度上反映到就是 其實會不會很多的一些 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 他們盡量真的不接觸政治 他們頂多其實都是 服務街坊 或者是服務社區 做到這裡已經足夠呢 因為我們看看如果公民社會 要是一個有力地可以平衡 政府的權力的一個結構的話 這個公民社會裏面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 就一定需要有這樣的意識 我們有這樣的意圖 我們覺得需要平衡 政府對於社會的影響 特別是不良的影響當然 但是我們剛才正正提到 香港公民社會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它不是很政治化的 如果是 好像Benson剛才所說 有很多組織根本不是很願意 參與政治 又或者它不願意去組織市民 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 做一些長遠 或者深入的一些抗爭的話 其實會影響了香港公民社會 它應該有的一個作用 所以其實你理解到香港公民社會 如果用回一個 我是理解公民社會的概念的話 咦 很多時候就是在政治 可能政治運動 或者作為一種抗大政治參與的部分 似乎都有一個挺不足的地方 當然其實可能有些人 會提出一個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咦 什麼不是香港有一些 所謂居民組織或者政治組織 為何逢選舉出來的時候 就出來 然後叫選民投某個候選人 然後原來那個候選人 是親不經背景或者建制牌的 所以可能有一個觀察就是 其實很多公民社會裏 一些所謂公民組織 其實有可能已經被政治審託 也可能有些已經歸邊了 或者叫做靠邊站去了親建制勢力裏面 那這裏其實會不會對公民社會本身的發展 或者那個路向 確實是一個不良的影響 是 我們再看回原先我們所說公民社會的定義 它其實有一個先天的目的 就是要平衡這個政府 對社會裏面一些不良 或者是不良的影響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政策 但是香港公民社會其中有幾個特色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 就是並非以政治業務為他們主要的目的 這個是第一個特色 而第二個特色就是Benson所提及的 就是會否有些組織是親政府 或者是已經歸邊 或者是被滲透 我想這個既是一個現況 亦都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因為香港公民社會其中一個大的特色 就是它本身並不統一 就是我們不要希望香港公民社會裏面的 絕大部份的團體可以窗口一致對外 因為歷史上來說 我們看到香港公民社會 基本上是分成不同的派別 在過去的時候有親中 有親台 亦都有一些是親英 回歸之後 我們亦都看到有親中與非親中 或者是民主派 論一個政治取向 其實香港公民社會的團體 那個分野都很明顯 另外一樣我想大家都知道 Benson亦都很熟悉 就是香港公民社會裏面的團體 亦都有不同的階級意識 是有不同階級的取向 有些可能是中產一些 有些可能會是比較立足於 我們所說的勞工階層 另外在策略上亦都有不同 有些是不太喜歡進入建制 有些是比較喜歡打建制牌 有些又會覺得在運動的策略上 需要行動主義多一些 有些行動主義沒有那麼強 另外公民社會的一個大特色 就是內部的分裂其實是很明顯的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近幾年來特別是2003年之後 香港公民社會內部的分野或分裂 是更加明顯的 是嗎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關於你說公民社會內部分裂 我想比較明顯我看到就是 第一很明顯就是 譬如我們也猜到中聯辦 或者可能一些將政府很在意就是 要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 當然其他我首先就是 對一些地區組織 或者可能對一些譬如說 有潛質能夠將來在選舉裏面 能夠幫到建制派贏到的一些組織 很多時候會透過一些 最喜歡透過宴會 飯宴 或者很多時候就是會安排他們 搞一些國內的一些交流團 或者甚至一些參觀團 去慢慢拉攏他們的關係 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你會見到其實很多一些 香港的一些地區組織 被人搞幾搞呢 基本上基本上演過裏面 我想很少數會有一個比較獨立 或者一個比較強的意志就是 我和你保持距離好些 或者就是其實我知道你很合意靠近我們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立場 有機會再合作 但是其實沒有需要的話 大家個個個 很少見到這些團體本身有一個 比較獨立的意志去維持自己的主體性 我想另一件事就是 這些團體都要生存 所以其實 當然其實這件事很難用一個 很實證的研究去證實 但是我也知道其實 可能中央政府透過某一些渠道 資助某一些團體 用某一些形式 還有因為其實在香港 這些團體 他們都是公司註冊 當然公司註冊他們開一間公司 我們作為普通人 我們很難知道公司的運作 財政狀況 或者它的組織 所以我們也開始很相信 就是會不會透過一些金錢上面的支援 令到他們真的會靠邊站呢 我想除非有人能夠做一些 比較內幕的一些報道或研究 否則我們其實很難有一個很實質的證據 去到會不會這些團體卡邊站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因為他們需要生存 他們透過一個財政上面 有一些有實力人士去支援 令到他們可以繼續去到活動 我想Benson 你剛才提出兩個都挺重要的問題 一個就是我們說香港的公民社會 裡面的一些公民團體 是否特別容易被歸邊呢 或者是會變得在政治立場上 沒有那麼具批判性呢 我想這個就可以回到我們之前所說的 香港的公民社會或公民團體 其實有很大部份都是非政治化的 如果我們期望一些公民團體 它有很強的意志或意圖 去影響政府或平衡政府 對於公民社會不良的影響的話 這些團體必然就是它本身有一個 很清晰的對政治的看法 或者是有一個很清晰的 對某一些政治議題的排阻 或者甚至會否有一個意識形態 例如某些團體我很強意識形態 例如我的意識形態是很本土意識的 我很強本土意識 即你任何的政策或任何舉動 你是違反本土意識的話 我就跟你對立 我想如果我們說到一些比較老牌的 一些政治社會團體 這方面其實不太強 是的 因為多數團體其實都是 因為一些非政治化的目的 而因為一些非政治化的目的 例如提供服務等的目的而成立 我們可以想像對於這類團體來說 有一些政治議題 它可能相對地覺得不太重要 這也可能回應了剛才Benson所提出的現象 就是我們某一群的公民團體 其實是很容易被吸納的 是吧 是 另外我想Benson提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實質上 究竟我們說近這幾年 特別是2003年之後 很多人的觀察都說 中方在香港民間社會裡面的滲透 或者是拉攏或者是吸納是越來越嚴重 那是否呢 好了 這裡或者先買個關子 休息一會之後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中共對香港的統戰 一會兒見 大家好 去到第二節 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我們在第一節結束之前 我們用中共對香港的統戰 作為一個關子 在這一集裡面 或者在這一節裡面 其實都希望透過一些實際的個案 這個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 就是在教育裡面 就是內地對香港人統戰 去看看究竟其實會不會香港人天生 是很容易被人統呢 又或者會不會這些統戰 長遠來說對香港的公民社會 甚至對於整個特區政治的管治 政治參與會大一點不會影響 這個故事其實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親中的學校 最記得一件事就是在很多年前 我在中學做教師的時候 其實我中學的其中一個高層 他跟他的拍檔 即他先生可以這樣說 其實都幾活躍於一些教育政策的評論 或者一些很多時候很喜歡在星期天 搞一些所謂記者支代會 打電話 全新報館 評論一些教育政策 最深印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每一年的一些長假期 他會跟以前叫做新華社 現在叫做中聯辦 會搞一些叫做英語教學團 甚至我自己都其實跟過去去到 譬如說去到韶關 做一些所謂英語示範教學 因為其實 我想特別內地這十幾年 他都很重視英語教學 所以他都會視香港作為一個 英語教學一個比較先進的地方 後來我沒有做這一間學校之後 都隔了很長時間 都見到 咦 為何這個機構裏面 以前我的一些高級的同事 他其實都是一個叫做理校長 無端端能夠走在一間 親中學學校做了校長 我後來都會很想想認的就是 他最終 我都會很猜就是 他的權力育很強 第二件事其實就很想做校長 而第三 最終能夠做校長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透過每年或者定期 同內地有一些交流 搞一些叫做英語教學團 慢慢建立多個關係 慢慢拉攏 甚至我對他的一些印象觀察 他政治很保守 或者很喜歡接運權力 權力力很強 甚至很記得一件事就是 剛才最初出了這個 《愿民基準誌》的時候 他是很誇張的 他很榮耀自己 能夠在這個基準誌裏面 拿到五分最高的成績 這個故事就說到這裏 很明顯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 內地對香港的統戰 我們很多時會很誇張 內地統戰的手段那種厲害 哇 內地出統戰就好像 就是蜘蛛入出截 那些敵人就沒有行 但是會不會很多時候 在講統治的時候 亦都問回被同學人本身 是否有一些特質 是這麼容易被人統 而這個問題也帶回問 同學為民聊天 就是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就是香港人某一些性格特質 或者某一些政治取態 或者某一些政治經歷 令到香港人真的很容易被人統 我想這個帶出就是 我們說香港公民社會 其實亦都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除了非政治化之外 它亦都是我們說在公民社會 人的信念層次 是流傳很多不同的政治的觀念 香港出名就是 有一樣是消費主義 實用主義 政治的掛稅主義 當然我們亦都不能夠 不能夠說香港的公民社會 只是向前看 或者是向一些實際利益 那方面去看 香港社會裏面 亦都有很多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社會 和政治的理想 但是我們說 正正就是因為香港社會裏面 流傳著不同的文化上 或者是一些信念上 不同的形態 意識形態 所以亦都令到有時 有一些團體 或者有一些人 容易被吸納 說回中央 對香港公民社會的 拉攏 或者是統戰 我們用不同的詞彙去描述這個現象 近幾年來 是越來越不明顯的 譬如Benson剛才說的 是一個 可能都是幾普遍的一個例子 至於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說的政治吸納 政治的委任 經濟上的利益的互動 政治委任 我們研究政治學的學者 經常都會看到 有一些人 譬如人大政協的成員 多重身份 多重身份 又或者是中國這麼大 其實不是廣東省的人大政協 或者不是全國的人大政協 都可以是不同的 另外一些的省份 市的人大政協 總之那個委任的空間 是可以很闊的 而我相信 亦都香港裏面 有一些政治人物 都會幾樂意被委任 這個我覺得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 近年來看到的現象 但是就沒有一個 比較有系統的研究去看 究竟在香港的公民社會裏面 那些不同的團體 佔據著重要職位那些人 究竟有多少成 是被委任的呢 或者是委任了 在哪個層次的 中國的架構裏面 這裏呢 剛剛維文都提過一件事 其實香港有一些名人 我最熟悉就是汪明荃 如果大家都有追一下電視劇 譬如說湯振業 本身都竟然 一、兩年前 一些八卦州都說 原來他已經是內地的政協 在內地開創 如果你說 計算香港的一些經濟活動裏面 跟內地有密切聯繫 而很多時候 為了要做生意方面 或者認識多些人 又或者別人都看中你本身 在香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都會被吸納 或者被統戰 或是中國那麼多省市 隨便給人大政協委 給你大把座位 所以其實不要覺得 自己被內地委任了 覺得很威風 人家大把貨 又是扔半件貨出來 你就這麼開心 馬上轉了台 但實際上會不會 他自己覺得自己都願意 甘心做這個期子 很明顯譬如說 今年年尾會 開始由區議會選舉 甚至明年選特首 你知道大把東西可以看 這些統戰或各方面 都可能大家都會成為 留意的對象 剛才慧文都說過 其實我們公民社會裏面 有好聽些叫做 五湖四海山山 什麼人都有 但其實他們那個信念 或意識其實 是不是真的那麼強呢 又或者其實 能否作為一個 制衡力量 對於一些政府的不受歡迎政策 或者對於政府進行監察 其實這裏都有一些質疑的地方 我們剛才說到 成人世界都有成人世界統戰 但原來他們對我們學生 都不放過 是不是 我想另外一個 我們近年來發現的現象 就是香港多了很多新的組織 這些組織 我們會稱它為平衡組織 平衡組織 意思形態上是愛國的 它針對的對象 跟一些我們說是民主派 或者是贊成民主的人士 所成立的一些公民團體 是做一個平衡的 政治上平衡的作用 有很明顯的例子 譬如教協 大家都知道是 教團 主張民主的 記協 另外亦都有 另外一些記者組織 會相對愛國 近這幾年來 亦都多了很多青年團體成立 除了搞交流團之外 亦都會搞很多 譬如科技的發展 學術上的培育 總之各色其色 這個平衡組織的成立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是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 有一定的衝擊 但說回平衡組織 這個手法 其實並不是近這幾年才出現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看回香港政治歷史 或者是對香港政治歷史熟習的人 在香港五十年代的時候 當國民黨在香港仍然很活躍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愛國公會 就一定有自由公會 這裏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譬如我們以前說到 公聯會 一定有以前我們說到 親國民黨公會 當然其實國民黨本身 80年代以後 因為隨隨本土化 對於香港的政治投資 甚至對於香港作為一個 反攻大陸的位置 慢慢覺得不重要 或者不需要 而慢慢撤退 其實說到我的學生 或者可能衛民的學生 有一個挺有趣的觀察 就是因為發現到 在香港讀政治學的學生 當然其實我自己的學生 多數對政府都比較批判 就是由我在這個緬書裏面 看他們的一些留言 對一些政治的觀察 又或者可能你們學生 可能對政治都會有一個比較批判的想法 但其實都會發現到有些學生 例如前一兩年都有陳一岳事件 都會見到會否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內地或者其實一些本土 一些建制派勢力 對於一些青年組織 或者對於某些青年的滲透 其實開始在主流社會裏面 慢慢形成到一些影響 我講到陳一岳甚至昨天無緣無故掃 就是大家都記得一兩年前 在這個城市論壇有一個講到 就是跟六四有關言論的一個人 我突然間忘記叫甚麼 不好意思 但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你會見到其實慢慢有一些 其實他言論給我出位 或者願意上媒體講一些 其實跟中方意見很一致 或者甚至比中方意見更阻礙的一些人 他希望透過這些言論去上位 受去注意 當然是否個個成功也不一定 但是會不會慢慢 香港有一些年輕人覺得 咦 如果我有心從事政治 但某些泛民主派政黨又沒有出道 入親中政黨 他覺得自己還未準備好的話 會否有些非常手段去駁出 希望能夠最終在政治上 突然受到眷顧或者闖行呢 我想客觀地說 如果我要從政 我去參與一個親中的政黨 那個政治前途 即是說升遷 或者是升遷的機會 是會闊過一個民主派的政黨 另外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說近年來 香港公民社會 對於中國政權這個看法 究竟我們有幾大程度可以接納 和它逐步融合呢 怎樣融合法呢 可不可以融合底下 又進行批判呢 我想其實這也是對年輕人 一個幾具挑戰性的價值的問題 有很多學生亦都會跟我說 如果不融合 我們有甚麼出路呢 融合了影響它又可不可以呢 我想有時有些同學 他可能是真心地希望透過這個融合的過程 可以了解多一點國情 以及去影響 作為一個正面的影響 但是會不會當中也有 有一些人是因為利益的問題 或者利益的考慮而去加速自己 和一些政權的融合呢 我想這個可能是個別的情況 但其實慧文剛才說的一件事都挺有趣 就是我們回歸了這麼多年 香港主主政團 如果我們說作為公民社會一個部份 其實向左邊問 之前都說了很多關於 究竟香港的政權對 香港的政團 政黨 其實有沒有一個視野 或者有沒有一個遠景 對於香港自身的政治地位 或者在整個中國裏面 甚至就是說很多政黨對中國 有沒有一個中國政府 或者對北京政府有沒有一個看法 如果打開很多政黨的黨 其實是沒有的 就算你說民建聯 但其實民建聯的黨 其實究竟香港的定位會是怎樣 譬如說融合不融合 或者本土的一個意識 本土的位置 或者對國家的意識究竟是怎樣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論述 所以很多時候 譬如說最近出了一個 國民及德育課程的時候 為何那個爭議是這麼來得 可以說是 問題就是是不是教還是不教 推還是不推 還是其實課程背後 香港人這麼多年 逃避本土的意識 或者對本土的意識 一個整理或者疏理 究竟有沒有做一個處理的工作 其實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就會出現到 譬如說 國內出現一些重大事故的時候 香港人其實 有一個很矛盾的心態 譬如說 可能天宗人 究竟我捐錢好還是不捐錢好呢 如果又出自於一個對國家的感情 或者幫助一些需要的人 他都覺得捐錢好 但是很快就會另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捐給你貪官嗎 我捐給你貪官下來 買名牌嗎 買衣服嗎 還是去出國去購物 所以 如果我們對自己 對國家的定位不清楚的話 就會出現了一個 幾精神分裂的情況 是 我想這個 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河水和井水的關係 我們很多香港的政黨 一直的信念 都是河水不凡井水 也不犯河水 但是近幾年來 我們看到的趨勢就不是了 中央政府對於香港政治的影響 是越來越明顯 也似乎是越來越重手的 香港的公民社會 其實可以怎樣去應付這個處境 而除了應付這個處境之外 還要超越這個處境 我們應該怎樣定位呢 好像Benson所說 我們好像某些人的看法 我們要去影響中國政治 還是繼續以這個 互不干涉的態度 去處理香港政治呢 那你說說到互不干涉 究竟在現在這個情況 特別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明年的選舉 或者其實由2012年 去到接下來 比如說立法會 或者是特首選舉過程裡面 其實一些 我們講到政治動員 或者甚至就是 本土的政治勢力 會不會因為 這些政治變化 重新有一個整合 還是實際上就是說 即是中央如果假設他們的管治方針 沒有改變的 會不會也都是 只不過是對香港的影響 控制或者甚至是干預 只不過是會變本加厲 甚至是越來越不明顯 甚至有一個浪漫就是說 其實一國兩制去到2011年 究竟那個兩制的成份去到哪裏呢 究竟那個兩制其實隨著97年開始 會不會慢慢打個折頭越來越少 還是其實一國兩制 正如他家團所說 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最終都是一國一制呢 可能這裏大家都不可以完全去 迴避這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相信會看到 一國兩制之間 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界線 會是越來越模糊 講起這個選舉 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這一兩年 香港就有幾個很重要的選舉 而選舉也是一個很好的場地 或者一個機會 令我們看到 其實中聯辦 是怎樣透過這個選舉裡面 亦都是影響那個選情的 剛才你說的就是 譬如說一些 不單止是我們說到 就是中聯辦政府 香港最高的代表機構 甚至其實一些中資的機構本身 可能是無論是學校 銀行 或者一些和商業有關的組織 他們都更加會積極地去到明示地鼓動他們的員工 甚至是學生去到支持一些建制派人士 大家都可能都會留意到就是 無論是國情交流團 或者甚至早陣子都有提過就是 就是學生參與一些所謂通識教育的學習活動 就是不是一定要參與一些學校指定 譬如說一些七一回歸慶典就叫做公民教活動 然後你下午可能老師帶學生看七一示威就不算 又或者會不會甚至出現某些情況就是 學校不鼓勵學生參與一些 不是由政府組織一些政治活動等等 這些事件你預料會不斷發生的 但問題是一個就是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就是面對中央中共或者中方這種政治滲透 就是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就是 阿爺啦 阿爺在背後交交震 但很多時候見到他們鬧完幾句 然後就沒事 然後就繼續讓他們坐在那裡 繼續滲透下去 譬如說我們研究香港政治 當然可能作為學者 在研究範疇裏面我們有自己學術本身的一個專業 或者是研究方面我們都有一個 相對比較中立的情況 但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究竟可以怎樣做 我相信香港的公民社會 就不是完全被動 也不只是一個所謂悲觀的態度去應付我們剛才所說的挑戰 我們剛才的論調也是比較悲觀一點點 我想我自己的觀察 近年來香港公民社會有兩大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就是一個我們所說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抬頭 亦都有人將這個激進主義 亦都將這個激進主義 亦都將這個激進主義 意思就是有一班年青人也好 或者除了年青人之外 一般的市民或者是另外一些公民團體 參與以一個行動的方式去直接去挑戰政府 覺得政府一些不好的政策 這是第一個轉變 而另外一個轉變就是RTV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說另類媒體一個很澎湃成長的階段 居那幾年我們看到很多網上的政治參與 我想這兩個都是香港公民社會 我們留心到一個頗大的發展 而這些發展似乎對於香港的民主化 或者未來的政治生態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剛才惠文也提過一件事 就是這幾年有些叫做新興的政治勢力 或是新興平時沒有留意一些政治力量 剛才我想起就是會不會很大程度上就是 一兩年前的反高鐵社會運動 甚至是蔡英春運動 其實開始對香港的一些政治生態 或者一些我們固有 我們理解香港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然後就是泛民和建制派 會不會慢慢對於香港政治的理解 慢慢因為反高鐵運動 80後出現 開始有一些調整或者一些變反度呢 我想政治生態或者政治參與的態度 形式各方面都有所轉變 而其中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 我們所說的政治空間 是由於網上政治急劇發展的緣故 令到我們所說的政治空間很闊 人人都可以在Facebook去講自己的政見 可以寫blog 可以做一個獨立的記者 拿起自己的相機 然後就拍攝 然後把片放到YouTube 亦都已經可以構成對某些群體一定影響 而近年的趨勢 就是我們說這些網上政治 除… 就是由之前我們所說的 就是好像自己在說話的一些政治行動 就變成了一個主流媒體 都需要去關注的一個政治行動 亦都是連政府也都需要去關注的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說 為什麼網上政治行動 變成跟這個具體的政治行動 是息息相關 甚至是變成具體的政治行動的一個發展 特別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香港的政治空間是因為這樣而越來越闊 而每個人的政治能動力或自主性 亦都因為透過網上的政治空間 那個個體式的參與 是變得更加好像有力量 剛才提到網絡政治參與 當然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最近政府行憲 就說到那個版權條例裏的修訂 對於網民在網上進行一些 就是喘改改 改動一些原來的歌曲 短片 新聞片各方面 都進行一些規範 當然很大程度上也都有人會覺得 會否是政府透過版權法 希望去壓制或者禁止這個 就是網絡政治的發展 和那個急速的出現 令到至少它不會再成為一個 政府覺得感到壓力的一股勢力 這個會否有這樣的可能在 我想網上規管越來越多 應該是一個趨勢 但問題就是網民將會 怎樣去回應這個挑戰 怎樣的監管或規範 覺得合適呢 當然我們都會繼續觀察 留意著 政府本身這個版權條例的發展 因為如果有留意到我們RTV節目裏面 亦都有一些宣傳就是 究竟政府會否透過這個版權條例 不單是去壓殺網絡空間的創作自由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會否背後的目的就是 希望將反政府 批評政府的聲音 透過這個法例去加以壓制 當然我們剛才講了很多話題 我們都講過傳統的一些公民社會組織 我們講到現在這些組織的政治取向 會否是被統戰 又或者講到年輕人本身 面對這樣的情況 會否都反映到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新一代 對自己的定位 對國家的看法 會否我們根本沒有一個視野在那裡 我們都有講到就是 其實香港 今年年尾到明年初的一連串選舉 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有影響 其實在研究香港政治的範疇裏面 你這麼多年的一些實戰的研究 會給你一個甚麼感覺 研究香港政治 香港政治就是我一個非常非常深愛的一個題目 除了是一個研究題目 亦都是一個可以給我個人參與的一個範圍 香港的政治就存在著很多吊詭 我們說很多矛盾的現象 但亦都非常刺激 因為過去來說表面上很平靜 但內裡其實有很多暗湧 近年來這些暗湧 逐漸變成一些明顯化 或者激進化 令到我分析香港的政治參與 公民社會發展民主化 這些議題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具挑戰性 我想到節目到這個階段 其實你對未來香港政治發展 你覺得會是樂觀 悲觀 還是非常樂觀 你非常樂觀 樂觀 沒甚麼 很悲觀 悲觀 還是非常悲觀 這個問題我的學生經常問 學期最後一堂 我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 仍然是普樂觀的態度 雖然我對香港政治架構上的發展 我並不太樂觀 我想這正正就是 長期觀察或參與公民社會運動 一些人的心裏的掙扎和矛盾 我們知道自己是很有力量 只不過現實可能 有時要改變的時候 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還有壓力和阻力也很龐大 我想你一件事其實大家都有興趣 就是出現特首選舉在那裡 現在起碼有疑似幾個候選人想跑出來 其實你會否在現在的觀察 究竟哪個候選人的可能當選特首的機會 會比較大呢 你有沒有提到或者有沒有心水呢 最新的政治評論說 唐糖機會大一點 是啊 我跟她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不是因為某個媒體就是 唐糖過生日八次好 或者她不覺得美 實際上很明顯就是說 譬如說到另一位候選人 英哥 最大的問題就是公眾形象不好 而中央又覺得 會否這個人的體性比較強 難於控制 而相對而言 以往一個又聽話 又臉皮厚又不怕被人 你知道現在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除了黃光雅講的那三個 認受性能力強之外 第四個條件就是不怕 那似乎唐糖面皮都比較厚 就是只有她罵人得罪人 或者罵人瓶 但是別人罵了瓶 她好像覺得沒甚麼樣子 可能機會真的會比較大一點 當然其實還有大半年時間 那是不是唐糖最終真命天子是她 這一個留給大家繼續觀察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是因為我們似乎有一些 疑似既定有機會候選人 會當選成為特首二 我們覺得藉著花生提起 其實我們都相信 其實中間的過程裏面 就是泛民主派對於特首選舉的態度 又或者其實整個選舉過程裏面 會否恆生一些不可預期的政治 一些現象效果 其實大家都可以直接關注 好了 到了節目差不多接近完的時候 我們嘉賓有甚麼想跟我們節目的朋友說 這是一個相當好看的節目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好 多謝多謝 好了 也都很多謝慧文 有人上來我們的節目 希望將來的機會 就繼續上來 跟他們說一說香港政治 或者公民社會 又或者多謝我們今天做首語的兩位朋友 好 邦尼和惠蘭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了 下星期巡邦回來 我們繼續向左網 再見 再見 再見